Hello 我是卡依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多了很多時間在家裡煮食 今次推介大家用氣泡去煮高比雞翼 平時在淡洗三哥吃得多 今次自己煮 零失敗 手茶都會煮的 因為真的很簡單 材料當然有最主要的雞翼 首先買回來雞翼要解凍一下 用水浸泡一點時間 清洗一下之後 我習慣會出水 煮一煮熱水 把雞翼放進去 變色就可以了 但這個步驟不是必須的 第一步當然要把雞翼 加乾淨水 保持乾身 之後把所有調味料放進去 調味料包括 五香粉半湯匙 胡椒粉半湯匙 雞粉四分之一湯匙 鹽糖適量 跟自己的口味加減 豉油或老抽一湯匙 跟著自己的口味 如果你是喜歡鹹味的食物 我就建議用豉油 如果不是 就主要放顏色 最後重點當然是自然粉 在八家就只買很便宜 20元就有找 講完材料之後就馬上開始了 就是首先把雞翼和甜味粉拌勻 拌勻後就放在這裡 醃製一下 通常兩個小時已經很入味 但我自己呢 在中月一日之前就醃製 第二天就可以拿出來吃 那第二天就可以拿出來吃 那最後的步驟就是放在這裡 等它醃製 那通常兩個小時已經很入味 那我自己喜歡呢 醃製一日的 那第二天就可以拿出來吃 那最後的步驟就是放進氣炸鍋 大概焗18分鐘 那之後再翻臉再焗多6分鐘 那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那第一次做當然是刷一下它 看看熟味 那氣炸鍋真的很方便 因為你不用看著它做 可以一路等著吃 那另外如果平時我不想吃 吃Cereal或者加豬奶這麼邪惡呢 那有看我第一條片 風冷都知道啦 那我早上就習慣吃小米粥 那再加這個氣炸鍋 剩下一個多士 才下午茶都一流的 那真的超方便啦 總共放一塊芝士在上面 不要忘記點讚 訂閱和我的頻道啦 接下來有更多家好片 等著你看喔 稍後 多士 大約 可以 也有了